上帝的浇灌 是温柔降下的细雨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 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诗篇第65篇 这是大卫所作的一首赞美诗 他怀着无比感恩的心 诉说着上帝的慈爱 伟大和慷慨 以色列百姓 在庆祝无效节的时候 都会唱起这首诗 那时也正是大卫丰硕的季节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上帝如何浇灌一切的作物 并为全地带来恩典与祝福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65篇 诗篇第65篇 神啊 喜安的人都等候在美你 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 听祷告的主啊 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 罪孽胜了我 至于我们的过犯 你都要赦免 你所拣选 使他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 这人变为有福 我们必因你居所 你圣殿的美福之族了 拯救我们的神啊 你必以威严 与公益 应允我们 你本是一切地极 和海上远处的人 所以依靠的 他既以大能束腰 就用力量安定诸山 使珠海的响声 和其中波浪的响声 并万民的喧哗 都平静了 住在地极的人 因你的神迹惧怕 你使日出日落之地 都欢呼 你眷顾地 降下透雨 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浇灌的地 好为人预备无骨 你浇透地的梨沟 润平梨吉 降甘霖 使地软和 其中发展的 蒙你赐福 你以恩典 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 都滴下之游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 小山以欢乐束腰 草场以羊群为一 谷中也长满了五谷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大卫赞美神说 你浇透地的梨沟 润平梨吉 降甘霖 使地软和 其中发展的 蒙你赐福 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 神使耕地 与水充足够用 并且慢慢 降下细雨 使地慢慢松软 较又嫩的 浓作物生长发旺 亲爱朋友 也许 你信主的时间 还没有很长 关于神的话语 和信仰真理 都还在摸索 学习中 鼓励你 不用因此 而给自己太大压力 慢慢吸收细雨 才能滋润到最深处哦 一天一张稳定的毒经 心静神 相信神 会温柔地浇灌你 陪伴你 就像他 照顾幼嫩的 小麦苗一样 终有一天 会成熟发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绝苏 求你浇灌我 并且赐给我智慧 使我的生命 能不断吸收 从你而来的养分 耕肠茁壮 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的心 被神的话语浇灌 可以发芽 结出奉神的果子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